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提供电子的版本 以及我们会提供可能有印刷体 这个版本已经很早就断版了 断货了 但是我们会有新的版本出来 请大家关注这本书 一边看这个课程 一边去阅读一些书 我相信你的收获会更多 我们学女性主义 其实我想人人都会读这本第二信 那西蒙泊夫在这个第二信里面提出了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女人不是天生为女人的 而是后天塑造成一个女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女性 其实后天塑造的 而不是先天的 这本书在整个的学术地位上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它开启了对于女性问题的一个启发性的一个思想 但是如果你今天看了你会发现 它这个书其实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过去的历史性的一个回顾 从过去的这个命运到历史到神话等等等等 洋洋洒洒 这个写了很多很多 那从今天的学术角度来讲 这样的实证显然是不是很规范的 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样的书其实是我们会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它后面一部分可能是我们更多的人看的 就是它的下半部分 讲当代女性的 从这个讲那个时候的女性 从女孩子到各种各样的身份的女性 是如何在塑造他们各自的这个人生的 然后呢 其实它最重要提出来的是 像要像传统的这个状态要去宣战 告诉大家说 其实女性的人生是可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既然是后天建构的 我们就可以改变它 我觉得这是第二行传达给我们最重要的概念 那激情的政治呢 这一本是这个 Feminism is forever by day 这个是他写的一本非常通俗的书 其实英文版非常非常的薄 我也买了它的英文版 那我个人觉得 沈瑞的这个翻译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好 这本书实际上是出版的年份要比较的近期 他做的是一个非常通俗化的论述 讨论了很多的话题 去讨论了女权主义的立场 重新去反思了姐妹情谊 怎么能够去打破这种内部的斗争体系 不能停留在表面上的性别的连接 而更应该的是真正突破阶级 突破这些框架 让不同阶层的女性联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然后怎么能够把女权主义的教育 变成一个具有批评性的意识的 我其实我个人更喜欢是批判意识 这个英文词应该是批判性的意识的 怎么能够更具有提问的方式 去挑战已有的教育系统 然后从身体阶级全球工作 种族暴力 这个女性气质 婚姻家庭等等等等 从各个方面 他去阐述有关这方面的 包括女童性恋 这个等等等等 去阐述在各个方面的女权主义 并且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认为说我主要做的工作呢 是帮大家梳理一下 这个你看在每一个领域里面 基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希望能够做这些更好的一个统一 那我个人觉得 他里面的素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 好好的去看一看的 对于每一个 你只是想要了解女权主义 那都我觉得这本书都非常值得一看 当然比较遗憾的是 这本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历程 对于中国跟第三世界其他国家 设计的相对来讲比较少 那关于这本书呢 我还想会说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版本 森瑞的翻译版本 是因为你会发现 这本书的证文是这么多 还有一半其实是这个译者 所整理的一些辅录 包括他详细介绍了 贝尔胡克斯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也讲了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 最后他还有第三是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的经典导读 里面收录了很多我们在女权主义上面的必读书目 他都做了简介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也就意味着说你看这本书 其实可以等于看了好多好多本经典的著作 这对于我们了解最基本的女权主义非常有好处 所以这也是我所推荐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很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就是我当年读社会性别的时候的 那个培训班当时最后出来的一本书 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这一本书里的文章是2002年 我在北京参加社会性别理论培训班的时候 我们也称之为中国社会性别理论的黄浦一期 当时读的文章的一部分 那这个主编者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把它积极称积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了 那这里面有好多篇文章 都是我在后面讲课 或者里面都会涉及到的 那我自己的社会性别旅程 就是从这一块开始的 如果你想了解社会性别 这一本书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的 这是有一点点的难度 就是说它略难一点点 那如果你想了解关于女权本身 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流传 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 我有很多的观念都来自这本书 我每次写女权都会参考这本书 中国女权的概念和变迁 这个日本学者我觉得非常的详识做历史 考察的非常的细道 那我另外呢 就今天这次在这次课后呢 也还想推荐另外的两本书 一本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的女权辩 一本呢是凯特米丽特的性政治 在女权主义理论上有很多很多的好书 我每一本书都可以说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我选择这两本的第一本 第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啊 是在社会学层面 制度层面所起的作用 像女权辩玛丽这个写的这本书 它实际上是第一次把妇女的权利跟人权捆绑在一起 它在问了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要改变女性的生存地位 不是说简单的依靠说 我们女性怎么做能够取悦男性拿到更多的资源 我们怎么让自己变得更优雅 怎么去修饰自己 不 这不是能够改变女性生存的最重要的法治 他提出来说 妇女的权利也是人权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要改变妇女权利 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整个的生存状态 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 尤其是在政治领域 所以整通本书它都在论证 女性其实跟男性是一模一样一个理性的存在 我们应该值得 并且也必须要给到她们相应的权利 这是妇女权利的一部分 整个社会体制到了这个时代 应该要做出改变 我们要给予女性权利 给她平等的对待 要在社会体制上进行改变 而不是简单的再去呼吁女性说 你要怎么变得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这一本书 他出版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早 是具有引领性的 这个一篇文章 对女性主义理论上来讲 那凯特的《米利特性政治》 实际上是他当时的一本博士论文 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写这个政治的论文会变成一个这么畅销的 并且在女权主义历史上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正一本书 那这个这个在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提出的一个概念是说 哎 你看哦 这个我们实际上在讨论这个 关于这个性别的时候 其实它不是一个个人私人的关系 他说这其实是个社会制度的安排 使得两性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出了关于父权制的一系列的是 怎么形成这个父权制的 父权制是如何影响到每个个体的 今天他是怎么压迫我们的 我们要改变 我们就必须要挑战父权制 虽然从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 他很多的论证 洋洋洒洒 还不够扎实 但是在当时把父权制的概念 作为一个突出的女权主义的核心议题提出来 告诉大家说性别关系性关系 都是政治来建构的 这个政治体制不仅仅是说 我们说投票权或者是某话题是政治 这些都是政治 其实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所以这几本书实际上是 整个使得关于女权的概念 女性的概念 从一个私人关系的话题 变成了一个公共讨论的话题 我认为这一个转向 是在我们女权主义历史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向 这些过去的学者 其实为整个这个转型 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我们讲完女权主义以后 如果你想要对女权主义 有更深刻的认识 她们不同的流派 不同的特点 那我在这里也推荐一些书 第一本呢 我推荐一本非常非常薄的书 这是女权主义 你会发现这本书很薄 可是它把女权主义 基本的这些流派理念 都做了一个阐释 我觉得 如果你作为一个 入门级的书籍 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们上次还推荐过一本 女权主义为人人的这本书 我觉得这两本书 结合在一起看 你会觉得很有收获 好 这本呢 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竖评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讲到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 那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的文章 其实都在谈这个话题 我觉得 你看一看这本书 就会对这个议题 有更好的认识 这本书谈的是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 听上去很学术化 实际上它就是 女权主义的理论 所以在这里面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 关于这个差异啊 等等等等 不同的时期的 19世纪的文化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 女权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 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和这个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流派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它是在讲 女权主义的理论素养 来自哪里 它跟不同的流派之间 是怎么结合的 跟不同的学格 是怎么结合的 看看这一本 我觉得你会很有收获的 Judice Butler 是非常著名的 女性主义学者 这本书阅读的时候 由于她从哲学出生 所以你会看起来比较吃力 那么性别麻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女性主义权威的书籍 如果你一开始 觉得很阅读很吃力 可以放一放 等到你学完整门课 再去看这本书 你会发现 你有很不一样的认识 那后期呢 她又出了一本 叫消解性别 叫Underdream gender 是让她尝试 在性别麻烦以后 对性别的观点 重新进行审视 并且希望能够 提出一些蓝图式的方式 那这两本书 如果结合在一起看 我觉得你对 社会性别的思考 会更深入一层 如果我们想对 这个社会性别的理论 有更深的认识 那我觉得 我们复旦出版的三本书 也是非常推荐的 这是在复旦的 这个社会性别理论的 博士班 他们的一套教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一个是女权主义 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一个是男性研究 还有是社会性别 与社会读本 那我尤其要介绍一下 这个王正老师 这套书的主编 是王正老师 这个跟陈彦老师 那么在 这个王正老师 是在中国的 这个女性主义的发展上 我觉得应该要值得 认可的一个人物 他把社会性别的理论 从美国带到中国来 并且在很多地方办 培训班 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去推动社会性别意识 在高校中的发展 在社会上的推动 所以这一套书 在我看来都是论文集 每一篇文章 都经过经销细选 非常非常适合 我们的阅读 也同时 也能打开你的眼界 社会性别 本身是一个 跨学科的领域 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 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首先打破学科的界限 历史的也要去看看看 主题性的也要看一看 语言文句的也要看看看 社会学的也要看看看 阅读完这些书 那我相信 你对社会性别 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其实也谈到了 今天在中国 女权主义的发展 如果你想了解 今天女权主义的发展 呢 我有几本书推荐 第一本呢 是女界中 这一本几乎可以被称之为 在我们社会性别的历史上 在女权的历史上 有男性书写的第一本 敲响女权的一个 终身的一本书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有意思 那像这一本书 百年与中国女权思潮的研究 就是在追溯 从很早的时候 这个女权主义出来 到现在 整个这个过程里面的 所以这三本书 你配合在一起看 你会对于中国的女权主义 有个大概的认识 尤其我很推荐 这本书一开始的一个对话 我觉得你会发现 这个对话 几乎把我们一百年来的 整个的女权的历史 讲得特别的清晰 这个环节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那些女性主义的 这个我的老师 有些我没见过面 只是阅读她的书 但是大部分我介绍的 可能都是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对我很有影响的 那首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呢主要是做 城市女性主义的 所以我推荐的人也好 推荐的书也好 可能是跟这个领域 更紧密相关的 我们有大量的 在中国做农村性别推动的 像高小闲 等等的老师 那么这些的书籍呢 我就由于我事业所先 或者我自己 没有做特别好的研究 很难在这里给大家推荐 最近这个 有贺销老师 跟高小闲老师 新出版的书籍 也是非常的火 那我只能是在我自己 很喜欢很熟悉的领域 去推荐 那我第一位推荐的 我不认识他 但是实在是在我们中国的 性别史上 非常非常著名的 李小江教授 他主编的一本书 批判于重建 他有很多很多书 可以说在中国的 这个社会性别的史上 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这一本书呢 讲的是整个在 他对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的 一个反思 对很多的理论 在中国要如何重建 进行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副知识与社会性别 这本书出版非常的早 甚至你会发现 这本书其实不是一个 正规的出版物 那这本书其实早于我去认识到 这个社会性别 在2002年之前 你会发现 郑兴荣教授 王振教授 杜芳琴教授 都是最早的一批 在中国传播 社会性别的 知识的学者 那他们偏向于 历史学的一个研究 怎么在历史学的 视角上 把社会性别放进去 这是当时在上世纪的90年代 做的一些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还能找到这本书 或者你有其他途径 能够去看到 这三位学者的著作 我觉得你也能发现 中国在这个历史上 社会性别史 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杜芳琴教授 其实一直在 对于女性的历史 妇女在中国的发展 进行跟踪的研究 所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 在中国1987年到2003年 也是一本 你可以追溯中国 怎么发展的 这个社会性别史的一本 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好 下面推荐的是 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 这本书的意义者 是艾晓明教授 我推荐这本书呢 第一方面 我们在讲建构的时候 讲到了语言体系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艾晓明教授 也是我的老师 而且我觉得 他在这个研究的角度 跟实践的角度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看一看 他的这个学术专注 如果你听过我们讲 这个Susanna的故事 那你要知道 那个故事的情节 跟这个思路 都是来自于 艾晓明老师 在网上流传 非常广的一篇文章 我把它编成了 其中的一部分的课程 在中国的女性学历史上呢 中华女子学院 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它以社会性别 作为它的一个学科的根基 以推荐女性发展 作为自己的目标 那么张礼喜 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所以呢 他主编的这本书 我觉得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也在做中国女性主义 本土化学科的一个尝试 石童教授呢 也是中华女子学院 一个资深的教授 那我觉得你想了解 这方面的内容 你也可以看看这本书 当然这个是个论文集 本人也有一篇文章在里面 在教学方面探索的 有很多很多的学者 包括浙江的社科院的 王金林教授 王金林教授做了很多 关于越轨的研究 把性别和越轨放在一起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搜索一下他的书籍 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非常在乎 这个教学里面 怎么用女性主义 所以这本妇女学的 教学本土化 亚洲的经验 是我经常翻的 那我也刚刚讲过 我推荐的书 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长书 或者我比较喜欢的 我没有说特别一定要体系化 或者一定要找特别牛的大家 我就是找 我自己很喜欢 觉得对我有用的书籍 那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 孝东教授 是我们复旦大学的教授 虽然已经退休了 可是早年 他在社会性别领域的探索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憧憬 尤其他写的这本书 站在国家与男人之间 讲的是这种婆媳的关系 讲的是乡村的一个农村的变迁 我自己由于经常做城市 所以每次看到这种书都觉得 哇 这个田野做得特别有意思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对于我们理解农村的社会性别 特别特别的有帮助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一看 孟东朝教授是一个很喜欢探索 理论化的一个学者 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 哎呀 我看了以后 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讨论那个话题 在我眼里非常的前沿 他讨论是全球化 与理论的女性 跨国女性主义的 深知识生产 让他在整个这个理念里面 尤其是女权主义 是怎么变化的 为什么我们用女权主义 当女性主义 我们社会性别又是怎么用的 马克主义妇女观又是怎么用的 他在文章里有很多的阐述 如果你去看一个概念的旅行 像这个知识脉络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 特别特别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们把学术研究 不妨看成是一场学术的旅行 当你来上我这个课程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跟着我 来进行一场社会性别的旅行 杰英宏教授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的望年娇 他比我年长很多 可是我在他身上学习很多的东西 而且我们两个还特别聊得来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他的讲的父权的概念 你会发现 他早期做的父权的示威 到最新出版的流动的父权 他一直着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这两本书写的都非常通俗易懂 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有他里面的个案 而且他给我看了一个 非常栩栩如生的一个世界 他着重在农村这一块角度 所以由于我自己的不足 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多的 给大家推荐农村的这些故事 如果你对农村的父权感兴趣 这两本书你一定要读 而且你把这两本书结合在一起读 你会看到一个学者 他是怎么在思想上不断地有追求 不断地升华 他的思想脉络 怎么把研究 从一个事实性的描述 转换到一个更深刻的理论讨论 介绍的唐灿教授比较特殊 很多时候我觉得 他不禁得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 他主要是做家庭研究的 由于我也是做家庭研究 所以我们交往非常非常的多 那做女性主义 怎么能够跳开家庭这个领域呢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他这本 转型中的中国家庭与性别研究 我觉得在这本书上 您可以看得到 他在这个领域的一个扎实的一个理论功底 他把理论文献理书里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由于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 面对的学生是各种各样的 可能有很多的学生 未来都不会以社会性别 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 只是说想要了解一下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理论上 讲得特别特别的深 或者把方方面面都讲具体了 那如果有这些的遗憾 我就觉得通过看这本书 可能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遗憾 如果你对家庭跟性别有兴趣 对中国现在转型中间 遇到的真实问题有兴趣 我觉得这本书一定要看一下 吴小英教授 我们在推荐他的这个 《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时候 已经推荐过 那么我还要推荐他一本非常小的书 也是很早期的讲 《科学文化与性别》的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 是因为这几年来 讨论这个科学与社会性别的文商比较少 那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为人们老是觉得 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科学用的概念 但实际上在西方 每一个学科都会用社会性别的 不仅仅是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理科一模一样用的 理科在申请项目的时候 也要回答说 你从社会性别视角 怎么去看这个项目 对男性跟女性 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影响 所以如果了解到这一块 你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 不管你是什么学科的 看看这本书 你会发现 社会性别真的是跟每个学科都有关系 好 这里我们推荐的同性教授 是本社会性别研究的导论 是本教材一样的教科书 那之所以推荐这本书 是因为同性教授本身这几年来 在社会性别的研究里面 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尤其在劳工市场等等等等 那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同性教授的为人跟他的研究体系的 那他的学术书一般来讲 这样的导论写得非常的清楚 逻辑体系也很明确 尤其是补充了我之前讲到 我在经济跟劳动力市场 这一块的不足 所以呢 如果你想在这一块做更多的探讨 可以看童馨老师的这本书 谭林教授是我们中国 妇女研究会的会长 在总各中国社会性别的推动 跟语性主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 谭林教授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努力和贡献 从自读角度 从学科角度 从理论角度到实践角度 他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他编的主编的书不计其数 很多很多 那我在这里呢 就推荐他们眼中的性别问题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多学科的视野 就像我刚刚讲到 其实社会性别 不是某一学科的单纯的问题 各个学科都会设置到影响 所以呢 我在讲课的时候 受限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 可能聚焦在社会学这个领域 那大家看看这本书 可能可以找到 你所在的专业 是如何来看待社会性别的 邓小南 王正跟游建明教授 分别来自中国大陆 王正教授是从大陆出去 在美国教训 游建明是一个台湾的教授 你会发现 他们讲的中国妇女史的读本 里面收入的文章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刚刚在讲到 这个方法论的时候 讲到历史中间 是怎么从研究妇女 到妇女研究的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 很多的妇女研究 就可以让我们看到 在史学层面上 这一块的茁壮的成长 所以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而且我相信 你会对中国社会性别感兴趣的话 你一定会很喜欢这本书 谢谢大家